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证定业 寻常行业就是平常念佛的仪则 别时行业就是特别的场所 特别的时段 特别的准备来念佛 也就是现在打佛期之类 那么临终行仪呢 更加特别就是针对临终的人 这个临终的时间点所说的 临终行仪有三个关键点 第一个呢 就是时间上的关键点 因为这个人啊 他已经到临终了 所以生成的关键 是生命向上超生 还是向下沉舵 这是关键的时间点 所以一生的业力 通通通在这个时间上 就是显现出来 像放电影一样 那么第二关键点呢 就是善知识的关键 在这个时候 最关键起作用的就是善知识 一切亲人没有比善知识更亲的 其他的亲人 世间的 亲眷啊 夫妻子女啦 很可能让这个人起爱年的心 然后沉舵 就滞留在这个三界当中 因为舍不得啊 情爱啊 等等 就会牵判 牵扯 那么一切的作用 也抵不上善知识的作用 这个时候医生没有用 医药也没有用 名位 地位 钱财 这个家亲眷属的哭泣 挽留 通通没有作用 所以真正能起作用的 就是善知识的善言安慰 所以善知识的作用 在这个时候特别的明显 那第三个关键点 善知识之所以称为善知识 是因为他有正确的法义 正确的引导 就是要引导这个临终的人 能够要安慰他 种种方便安慰其心 让他可以自然地 融在阿弥陀佛无条件救度的爱心当中 随着大众的念佛声 安详的归入迷途的救度 随顺阿弥陀佛往生极乐 当然阿弥陀佛的救度 本来就是现成的 可是如果没有善知识的引导 激发作用 特别是平生 没有佛法的缘分 没有信佛的 或者虽然信佛也念佛 但是呢 求世间福报 不求往生的 或者虽然求往生 但是杂行 不具足三心的 信愿不坚固的 也就是说只要是平生 没有叶尘的人 通通都需要临终祝恋 那么通通都需要 善知识的关怀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显得特别重要 所以这个上面讲 临终的时候啊 或有病苦多脑 或有魔缘战乱 或是执着财物 或者贪年弃子 而且种种妄想颠倒 当次危急之时 这是非常危险 急难的时候 难有大力成就其事者 全乃善知识 这个力量 什么力量 就不如善知识的力量 这个时候就显示 它的作用 故宜待临终人之旁 观其苦乐 差之其心 要细微的观察 它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 以种种方便安慰 劝焰三界苦 心求极乐乐 赞如来功德 宣恋佛利益 大致就是这几方面 其人怨性一发 即刻随佛往生 所以往生是很容易的 但是我们障碍在哪里 障碍我们不愿往生 为什么不愿往生 不信往生 为什么不信呢 因为没看见 所以自己的心 障碍了自己 那么这三种形怡呢 以善导大师之意 寻常念佛为证 寻常形怡 作为一个常规性的 这个为证 因为净土宗的本意 异行道为特点 就是以异行 这个平常形怡 他寻常念佛 不必定形怡 也不要求 实处诸缘 所以对行住作卧 都不提要求 这普世大众 罪为异行 一生不退 则决定得生 那如果别是形怡呢 因为有种种的要求 比如穿静衣啊 入道场啊 要香花供养啊 庄严这个道场等等 然后七日 七日 多少日之内 不得交头截耳 如何如何 要求挺严格 所以呢 稍贤难行 未能普世大众 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到的 有客观不允许的 没时间 有主观上 做不到的 心力不够 所以呢 只为有心 堪行之人 侧静恋佛而设 他有这个能力 那么侧静他 让他更加的 精进恋佛 而别设的方便 并非不如此 既不得往生 并不是说 如果你不这样做 那就不能往生 不是这样 这是侧静的一个方法 那么临终行仪呢 是特为常人 最后关头的万全之策 就说我们 拼神夜城的人 那里有临终未助念 不会妨碍你的事 大家欢喜 一道走 那这个平时 没有平生夜城的人 那更加就需要 所以万全之策 让他呢 这个时候啊 不要有所遗漏 这时候漏掉 就太可惜了 但不可 菲薄平生信愿 就说啊 那这样的话 平生信愿 就是不弱了 就是没看中 没有在上面着力 就把这个事情 去压保 我都过分 完全依靠别人临终助念 这个观念是不正确的 所以有的人讲 临终助念啊 我为什么去给别人 临终助念啊 因为啊 我等我死的时候 可以请人家来为我助念的 他所谓往生 不是压保在阿弥陀佛 不是在镇定之夜 不是说自己专修念佛 平生不退 获得平生夜程 他没有 他就是把自己时间点 定到临终 然后别人呢 推他一把 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啊 就好像我们上船一样 九点钟开船 你不是要顶到八点五十九分 五十九秒 然后再按上别人 推你一把子上船 你应该八点半 去检票登上去 不就好了吗 要知 念佛行人 以平生 三心俱足 行注作握 专心不舍 事必此生 终无退转 以这个呢 有要点 如此则顺彼佛愿 平生夜程 不待临终 决定往生 所以平生夜程啊 也是个专门的名词 我们第九章还会说明 简单讲就是 在我们不等待临终的时候 在我们平常的生命当中 往生之夜已经达成 就已经定下来了 极乐世界的位置游了 往生已经定下来了 就像我们买票 火车票一样 卧铺票已经多少号都定好了 你还没上车而已 时间没有到而已 但是往生已经定下来了 就像这个烧砖一样 这个砖在窑里边已经烧好了 还没出窑而已 在我们心里面 这个往生这个夜已经完成了 只不过还没有死 那么一死的时候呢 就像窑打开 出窑了 就是这样 不如等到临终临近临了的时候 才完成 那就是临终 那就有不确定性 所以不待临终 不要等待临终 事先就把它安排好 那么下面的顺带呢 再说几件事 跟念佛相关的 经念佛人多行早晚定时念佛 都有早晚定时的功课 早晨半小时 晚上半小时 或者早晚一个小时 专门练佛 这个很好的 这个属于什么形移呢 这个叫属于是寻常当中的别时形移 因为它每天都做 所以是寻常 但是寻常也不是说 行住坐卧都不换条件的 它又是别时 为什么 刻定时段 早上几点到几点 而且入唐行到 在自己念佛堂里边 在自己家舍当中 这样来念佛的 所以成为别时 顺便说到 现在寺院 普通寺院的早晚课 它是大约成型于明代 你看在唐朝那个时候 更早等等 并没有所谓的早晚课 那后来佛法流传时间久 各宗各派的人也很多 然后大家在一起共住 你要有一个共修的仪轨 所以往往共住一个道场的人 修各种法门的都有 那么这个早晚课显得比较杂 密宗也有 天台的 华严的 净土的当然肯定有的 念阿弥陀经 念阿弥陀佛 最后都要有的 禅的观点都有 大家都可以有一些 好像是一个政协会一样 各人 各尊各派的都有一点 这样大家和和 然后最终呢 所谓诸宗归京土 最后回向往生极乐 他这么一个格式 当然也有他的方便 善巧 那么如果我们专修念佛的人 特别是在家居士 你自己在家里用不着 把这个搬到家里来了 那就没有必要了 有人在家里念佛 他的本事还挺大 左手拿引擎 右手敲木鱼 一个人这样的 叮嘎叮嘎的 一个人在家里用不着了 在道场里边 他需要 就像那个乐器一样 需要 让大家的节奏 这个声音 都能够协调一致 他才需要这些简单的法器 引导他 你一个人 你都搞得手忙脚乱 翘引擎 打木鱼 还领鼓 还旁边翘起来 那就是 手动 心也就跟着动 所以就是坐那里 安安静静的 就念佛就可以 另外心念和口称 虽然同时念佛 但是以净土宗之意 口称为证 道理呢 在第八章 口称为主 因为这个心念 相对也比较难一些 口称也容易 口称的力量也比较大 好 我们看这个讲义 作业形移 有十四个题目 复习思考题 我简单读一遍 大家自己根据题目来复习 什么是作业 用比喻来说明 心形业三者的关系 略是四修 无余修和无间修 有何不同 书上是没有说 我解释过的 常识修 是指连月长远修行吗 不是 临终欲法的人 是否缺常识修 临终欲法相续不断 也不缺常识修 说明常识修与其余三修之关系 常识修是为了成就 其余三修都必须要有的 四修与三种形 所规范的形业是一样吗 不一样的 也就是它适用的范围 四修针对五种阵形 三种形业专实至念佛 三种形业是哪三种 本具在何处 本具关联法门 从关联法门当中 可以去寻找对应 这三种形业相关的文端 大家下去自己做 自己看 三种形业 形业以何为正 以寻常念佛为正 为什么 这个是异形 任何人都做得来 而且这样念佛就能往生 世述临终读念的重要 第十一题 将往生大事 压保在临终读念上 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 所以压保像赌博一样 压在上面 我就靠你们临终读念了 这是万全之策 不是说要压保在这方面 那就有风险 压保要压在阿弥陀佛身上 这是平常专修念佛 镇定之夜 那就往生一定 就是我们自己 不要等待人家临终读念 就是我们只要念佛 阿弥陀佛保证一定可以往生的 要这样安心 也这样去做 这样就是平常业诚 那我们帮助人家呢 那他对方有没有平常业诚 也不知道啊 尽量的万全之策 管他有没有 那我们都来帮他 只要有这个机缘 那临终就来送他一诚 帮他念佛 安慰他 引导他 万一他没有平常业诚的 还有疑惑心的 这个时候 随佛就往生不很好吗 敬业行人 平时应当如何吃心 又如何看待临终读念 就刚才所回答的 平时就是要信受弥陀救度 专称弥陀佛名 愿生弥陀俊途 就是心靠弥陀救度 口称弥陀佛名 平常叫这样 那么怎样看待临终读念呢 这个很重要 但是不是重要到说 我们平常就不念佛 这个很重要呢 是对哪些人 这个对自己要如何 对他人要如何 专修念佛之人 是否要做通途早晚功课 都用不着了 早晚的定时念佛 定术念佛 这个算不算是着相 有人就讲 你们很着相 早晚定刻定术的念佛 这个是着相 但是这个着相是需要的 着的是成佛之相 善相 专修之相 我们 把观念法门当中呢 有两段 我们来读一下 犯道上的大尔全集的336页 这一段呢 336页倒数第三行开始 这就是别识刑法 也就是打佛期的这一段 我们来看一看 欲入三昧道场时 异议佛教方法 先须料理道场 打扎干净 打扎干净 安置尊相 香汤撒扎 若无佛堂 有静房一得 如果没有专门的佛堂 就有一个静设 有一个房间 整理干净 也可以 撒扎如法 取一佛下 西壁安置 给弄干净 古人是很讲究的 那个地上都用 用那个盛香啊 什么香粉 然后把泥巴 和在一起 而且取那地 很干净的地方 地底下的泥 然后用筛子 筛得很细 然后香粉粉在一块 然后很细的 在这个佛堂的地面上 给它砸好 整个墙壁都弄得非常清净 衣服穿得很干净 那个很讲究的 进到这个里面去念佛 现在一般没这么讲究 行者等 从月一日至八日 或从八日至十五日 或从十五日至二十三日 或从二十三日至三十日 月别四十架 就是每个月啊 按照这个四个时段 七天嘛 行者等 质量加业轻重 你把家里的家务室安排好 看你工作能不能抽出时间来 于此时钟 入境行道 把事情安排好之后 就到这个 清净道场 来练佛了 若一日乃至七日 静需 静衣 穿上清净的 就是洗澡干干净净 穿上干净衣服 邪华亦需心静 七日之中 皆需一时常摘 这七天啊 不要那么大吃大喝 就是吃一顿 常摘就吃素 软饼 出饭 随时降菜 减速 节量 自家饮食这方面的条理 生活的条理 家务 肃请安排的条理 衣服 还有佛堂 种种的条理 于道场中 昼夜肃心 相续专心 念阿弥陀佛 日夜啊 这个速 速这个字很好 好像有个绳子 把它捆起来一样 有一捆这个柴 你要用绳捆一块 才能成为捆 因为我们的心 都是散的 东想西想 用这个六字名号 把它捆起来 成为一个 一个枕的 就是不散漫 有所输速 相续专心 念阿弥陀佛 心余生相续 南无阿弥陀佛 也就是自念自听 这样心和身 就相应了 为坐为立 要坐就坐了 断断正正 要站了就站了 不给睡觉 这个要求就高了 去天不给睡觉 要求有点高 这是有点高的 七日之间 不得睡眠 现在我们都没有这样做了 现在就是可以睡觉 少睡一点 有的睡四五个小时 五六个小时 亦不须一时礼拜 诵经 也不要 这也都用不着 都打仙叉 树诸 亦不须捉 念佛 诸也不用拿 但知何掌念佛 念念做见佛想 佛言 这是 主要是观佛 当时呢 主要是念佛 但是是根基不同 有的人也可以观佛的 所以他这里边 关念法门嘛 他是念在一块讲 也可以观 那我们是 根据现在的根基 和个人情况 一般不提倡这个 就专门 以正定也念佛 就好了 佛言 想念阿弥陀佛 真净色生 那么这个呢 就是 指他有观佛的 光明彻照 端正无比 在心眼前 正念佛时 若立即立念一万 这个一万两万 当然是口称佛名的 哇 这个不容易啊 站在那里 就念一万两万 若坐呢 就坐念一万两万 于道场内 不得交头窃语 要求蛮高的 昼夜 或者三时 六时 表白诸佛 一切贤慎 天朝地府 一切夜道 发露忏悔 这是真正修行 一生以来 身口一夜 所造重罪 是 一时忏悔净 还一法念佛 忏悔完之后 回归还是念佛 所见境界 不得扎说 善者自知 恶者忏悔 因为如果这样的 精进用功念佛的话 七日不岁 肯定会献一些境界 这个境界呢 不要随便说 如果善的 比如见佛菩萨像好 清净净土等等 你心里自己知道就好了 见恶像呢 就赶紧忏悔 或者是过去的冤家债主啦 或者祖先啦 或者是恐怖景象啊 这都是业障 业障现前通过你 发心努力的修行 然后激发了 就显现出来 就像我们用药一样 然后呢 用药反应 出疹子啦 什么之类的 那么要忏悔 那为什么见境界不说呢 因为见境界要说的话 往往就是 这个境界就 好境界就消失了 就是露气 就是不再显现 因为我们愿意说 说明我们这个含养不够 那同时呢 或许有这种 这个交夸的心 然后也对这个境界 也有意念的心 要攀缘的心 心啊不够平静 这样呢 就是倒机不后 那个就会影响 我们的念佛 那人家听到之后呢 也会说 哦某某人 你修行境界正好 赞叹你 你会染于名利 或者对方听到之后 说哎呀我还没达到 那他会沮丧 或者呢 总之这个会引起 很多念头在我们身上 修行人也好 我们尽量不要 让人家起心动念 自己尽量也不要 这个增加很多的念头 如果你的行为 言语举止 都招引了很多念头 到我们身上 往往会干扰我们 九肉五心 事发愿 手不拙 口不吃 就是 吃素了 九肉不用说 五心都不能吃 若违此语 即愿身口 拒住恶疮 如果要违背了 我这个话 我愿意 身上口上 都长疮 就是发誓的意思 一定要做到 或愿 诵 阿弥陀经 满十万遍 日别念佛一万遍 我还没有发这样的语言 这挺厉害啊 阿弥陀经 送十万遍 不过我们也不一定要 送这么多 我们还是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正定义 这个诵经呢 是读诵正行 一天送一遍 一年才三万多遍 一年才三百多遍 十年才三千多遍 那么一天早晚 就是课堂念一遍 一年才七八百遍 十万遍那不长时间啊 每天还念不少 诵经日别是五遍 或送二十遍 三十遍 任力多少 按照你的力量 世生净土 愿佛设寿 大家不要看到这个地方 就跑去送阿弥陀经 一天念五十遍以上 然后念佛不念了 不是那个意思啊 这个就是 阿弥陀经是 我们读诵正行 主要的经典 那个他所谓认力多少吗 就是对这个经文 经义能够了解 还是归入专心念佛正定业 好我们再看 这个下面是临终行法 这都是上大师 他所定的行义 有行者等 弱病不病 不管有病没病 命运忠实 一一上 念佛三昧法 所以讲这个 临终行法和憋识行法 有类似之处 一上 就是上面这个 憋识行法 正当身心 回面向西 深意专注 观想阿弥陀佛 这个就指那个 有这个能力的人 他临终都没有病 四大都挺好的 他才可能 病的像下壁三瓶的 哪能关得了 稍微一点病 发电烧都不行了 心口相应 深深莫绝 刚才说过了 心口相应 也是一样的意思 就自己念 自己听 心中念得清楚 口中念得清楚 耳朵听得清楚 每声每声 相续 不断绝 决定做往生想 不求病好 什么都不求 我决定往生 也不求延年延寿 就决定做往生想 而且决定能往生 因为佛愿不虚 花台慎重 来迎接想 阿弥陀佛来迎接我 心中这样安心 那如果病人若见前进 就像看病人说 如果看见了 花台慎重 阿弥陀佛拖着莲花台 观音世至诸大菩萨 阿罗汉圣者来迎接了 看到了 那就像病人看见了 就像旁边的人说 这个时候就可以说了 这个跟别时刑法不一样 为什么这个时候可以说呢 而且鼓励你说 因为这个时候是临终 就要走了 那么你的境界显现怎么样 旁边的人 他未必跟你看得一样 他要照顾你 你的什么情况 你跟他讲 那么这样他就可以侧净你 如果看见恶的 他要帮助同忏悔 看见好的 劝尽其心 所以记文说语 记乙说记录 旁边看病的人 听到这样讲 那就把他记下来 有病人若不能语者 病人他这时候弱了 说话也不清楚 看病人必须数数 问病人见何境界 可以跟他讲 如果你见好下 你点个头 如果见那个 你怎么样 你问问他 怎么样 佛来了没有啊 他不能讲了 来了 来了不大众就欢喜了 阿弥陀佛 那就是 来了没有 还没有 那不着急 那时候还没有到 我们继续念佛 就跟他说了解清楚 但如果你观察得很清晰的话 也不必问那么多 你就看得很清晰了 他还是平稳的状态 这个能看得出来的 有的人我就遇到一个 简直是 跟我打电话 再三地讲说 师父你 那个 一定要来跟我助念 我马上要走了 都拖了人来讲了 我想他要走了 咱也不能不去啊 通过电话 我听 这事情还行啊 我就大目的 哎呦 不行啊 我现在躺在床上了 已经躺在沙发上了 连语来的大队 围来旁边了 那一定要来帮我念佛 我在大事 我想也对啊 临终了 人家请你助念 能不去吗 我跑去一看 哎呀 我说哪想要往生的样子 我一看 我说不要念了 不要念了 根本往生不了 他摆个样子在地方 躺在沙发上面 搞得正经八经的 还有鲜花都拿来了 旁边年佑在那儿念 我一看 我说你这不像走啊 那能走得了吗 我跟他一问他 他也没底了 哎呦 不知道 因为他那个气力 活蹦乱跳的 现在还活着呢 他不知道怎么想 这个人 你能不能走 你不清楚吗 像那灯呀 灯没有油了 哎呀 电要熄了 你看 精神头那么足 说话比我静还大 然后呢 再躺在那个沙发上 说快走了 躺起来 又爬起来 说还什么事干 再回来再躺 年佑也挺有意思 若说罪相 旁人即为念佛 诸同忏悔 看见这个罪业 业障发现之下 那么就帮他一道忏悔 念佛回向给冤情债主啊 等等 这个来跟他做 必令罪灭 若得罪灭 花财慎重 应念献钱 准钱抄记 罪灭了 佛献钱了 仍然把它记录下来 这样也可以写 念佛感应录啊 我们现在都没有 有些就没记下来 那这后面呢 又行者等 眷属六卿 若来看病 这个也有他的家眷 来看病人的话 应该怎样呢 怎样做比较如法呢 物令有十九肉五星人等 如果喝醉醺醺的 吃的这个酒饱饭足的 不让他靠近 若有 必不得向病人鞭 不能让他接近病人 在外屋就算了 为什么呢 如果这样的人 要接近病人的话 他这个气息不好 带了业障来的 也是染物的 所以呢 可能会打湿正面 就是干扰 因为这个时候病人是很弱的 有点风吹草动 有点这个什么 这是大事很慈悲 稍微有经验不一样 可能境界立即就改了 鬼神骄乱 病人狂死 堕三恶道 这个祸害就大了 因为他九肉五星啊 就带了这些不好的信息 一些这个 甚至啊 那个酒鬼跟到后面 之后的话 业障鬼跟到后面 杀鸡 这个鸡可能都 跟到你后面来了 种种这样的恶元啊 总是要杜绝的好 这样病人就受到他的影响 病人狂死 堕三恶道 所以我们佛法 这个临终的安慰是很细腻的 很体贴的 是很有规矩考究的 而且是非常有道理的 现在人去啊 看病都讲那些 你不是吃酒喝肉 谁还在乎这一点 然后就讲那些没用的话 然后让这个人死也死不了 活也活不下 伤心 牵挂 都没有意义 愿行者等好自谨慎 奉持佛教 同做见佛因缘 这话说得很好 好自谨慎 就是一定要恭敬慎重 奉持佛教 以佛法呢 作为这个关心关爱 同做见佛因缘 让大家将来啊 都可以做见佛这份缘分 不在事情上面呢 去太多 这是临终祝恋法 这是原处处 好我们今天 学习第八章 本院称名 本院称名这四个字啊 是我们净土宗八字真言当中的 第一句四字真言 净土宗八字真言 你们知道吗 本院称名 凡夫入报 两句话 如果扩展的话 还有十六字 四句十六字 十六字真言 本院称名 凡夫入报 平胜夜城 现身不退 这是我们的四句特色 本院称名呢 是第一句 所以这个会非常响亮 在我们红院寺的山门前面 一进山门 这个牌匾 本院称名 凡夫入报 这一章啊 是对前面六章的总结 归纳总结 从第二章到第七章这六章的内容 二三四章是教 五六七章是行 所以第二章是教相叛事 第三章是正义经典 第四章是相乘论事 那么本院两个字 就是对教门三章的总结 所谓的教相叛事 是站在本院的立场上来叛的 所谓的正义经典 它的核心 就是讲阿弥陀佛的本院 所谓的教相 这个相乘论事 也就是承接的法义 就是本院称名 所以这个是对前三章的 教门的总结 那么对行门来讲 安心起行作业 安心是安心什么 是与弥陀本院才能安心 是安心于称佛名号必定往生 所以本院称名就是安心 那么起行呢 虽然说五种正行 五念门 但是它的核心要点 是称念弥陀名号 所以这个也是起行 那么所谓作业呢 三种行义也好 五种正行也好 那我们的本院称名是 上进一行 下至十生一生等 那么这个就是常识修 也是无间修 无余修的四修 同时也是三种行义当中的 寻常行义 所以善导大师 他所解释的含量非常大 你不要看一句话带过了 一心专烈 弥陀名号 行住坐卧不问时节酒静 这个行住坐卧不问时节酒静 就是讲行业 讲这个起行作业的 这个作业的仪轨 所以讲上进行行 下至十生一生等 就包括了四修 三种行义 三种行义都在之内 所以我们讲的 本院称名 这个起行 作业 安心 都在这之内 这是最前面六章的一个总结 同时呢 也是对下面一章 第九章 繁复入报的一个 成前启后的 有一个必然的 前面的前提 因为本院称名 你才可以繁复入报 所以这一段 这一章 它的分量内容也比较多 很好 很重要 那么这一章呢 总共分了八节 第一节是本院之意义 第二节 因本院四十八院 第三节 根本院 第十八院 那么这三节呢 是相当于 叙说的部分 主要是解释 是个铺垫性质的 因为我们讲本院称名 那么本院到底什么意思 什么本院 所以这三节 主要是来解释 本院这两个字 那么第四节 五六七节 这四节呢 是正说的部分 第四节 就是本院称名 那第五节 说选择本院 第六节 圣因本院 第七节 摄生三院的关系 这个都辅助于 更加强化 展开了本院称名的 这个本院称名 之所以我们要强调 本院称名 因为是阿弥陀佛选择的 称名作为 他往生的 往生极乐的行业 所以称为选择本院 那么圣因本院 因为弥陀所选择的 所以众生称联弥陀名号 必让往生 这是往生的正因 所以称为 生因本院 那接下来 就要说明 第十八院 是生因本院 那十九院 二十院也跟往生有关系 这三院怎样 摄受众生往生 互相指向 怎样一个 互动协助的关系 所以摄生三院的关系 那么这四节呢 就是正说的部分 第八节 念佛利益 那就相当于呢 接探念佛 劝流通的部分 念佛有这么多好处 本院念佛这么这么多好处 所以大家回去好好念佛了 所以这八节呢 分成三个大节 那下面我们来看第一节 每一节当中 有几个要点 大家可以看目录 就很清晰了 本院之意义 本院的本 有两种含义 一个叫因本 一个叫根本 底下就解释 什么叫因本 解释这个因本的时候呢 是指因位的誓愿 全称叫本宏誓愿 或者本室 宿愿 又叫本宏等等 就是因 跟果相对 这个本就是本来 你本来发了这个因 发了这个愿 因中发了这个愿 果相才有这个成就 所以因就是称为本 也就是佛菩萨 于过去世未成佛以前 为救度众生 所发起的誓愿 于因位发愿 至今日得起果 所以对果位 而称本愿 这就是因本愿 这是通图所讲的因 第二 解释为根本的时候呢 那就是根本的誓愿 那么虽然菩萨的心 广大 誓愿也没有量 誓愿啊 菩萨发愿 愿心 心量广大 誓愿无量无边 但是呢 这所有的愿当中 有一个愿是根本的 所以一这个愿为根本 就成为本愿 那这是解释因本 和根本 下面就愿字 解释为两个含义 愿有总愿和边愿 总愿就是一切菩萨 都要发的愿 也就是我们佛门那边 大家都耳术灵详的 四红誓愿 四红誓愿 就这四句话 一般的早晚课里面会念的 众生无边誓愿度 第一个 烦恼无尽誓愿段 第二句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第一句是 上下化众生心 后面三句呢 是上求菩提心 成佛嘛 就是下化众生 上求佛道 就是上求下化 这是四红誓愿 所以总嘛 所有的都要发的 没有例外 这个菩萨发愿你看 这四句话 我们读起来很简单 你想一想 那就是非常伟大 感动人啊 众生无边誓愿度啊 这个众生是指什么 光之人吗 不知 不仅是人 地狱恶鬼出身三个道 六道轮回 所有天上地下 海里水里 山林当中 这个冤飞软动 小这个蚂蚁 蚯蚓蟲扇扇 这个昆虫 小飞蛾 无量无边都含在之内啊 这都是众生 好 不仅此界众生 他方世界众生 都要发愿救度他们 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 不是救度他们 只是成为人道 这个 要救度他们 出离三界啊 不仅救度他们 出离三界 还要救度他们 成佛 这样的愿 发这样的愿 要靠数量来发 说一个来 一个一个的来 发愿来录取 来为你 那不可能的 一定要祸破无明 从佛性 从这地方发愿 发起才有可能 所以他发这个愿 我没看 这发不起来 但是佛菩萨 可以发得起来 因为从佛性这个立场上 众生皆有佛性 他就可以发 法门无量誓愿学 众生根基这么千差万别 那法门也是无量无边 那这都要发愿学习 好 烦恼无尽誓愿断 你要度众生啊 没断尽烦恼 那你度不了的 被众生度了 所以烦恼无尽 那别愿呢 是诸菩萨 以各自之意乐 所发之誓愿 各别不同的缘故 说为别愿 总愿虽然一样 这大原则 大方向都一样 所以下化众生 上求佛道 那么细别来讲 耶菩萨 他要结成他的净土 或者有他特别 度化众生的一种 方便善巧和音乐 这个所结成的愿 成为别愿 比如阿弥陀佛的 四十八大愿 释迦佛 往昔为宝海泛制的时候 所发的五百大愿 等等 这个呢 都属于别愿 那我们讲的四十八愿 就属于别愿了 那么净土宗所讲的 阿弥陀佛本愿 前面是通土所说的 本愿的意义 下面约净土宗讲 本愿呢 有两种含义 一个 从因本愿来说 四十八愿 通通成为本愿 所以我们谈到 本愿的时候 有时候指四十八愿 那么有的时候呢 就指根本愿 第十八愿 所以这两种意义 都存在 是看哪种场景 讲的不一样 那么以第十八愿 认为根本愿的时候 又称为王本愿 本愿王 就所有的愿里边 它是最重要 这是本愿的 这个名词 名相的意义 下面第二节 因本愿 就是四十八愿 简单介绍四十八愿 一 发愿原由 这四十八愿 当初怎么发愿 这个缘起 理由 是怎么一件回事情 这个应该详细的来看 《无量寿经》的 续分当中就有 那这里呢 我也是把它 稍微的读一下 以《无量寿经》所说 世自在王如来 出世的时候 有一个国王 文佛说法 心怀越狱 激发无上道心 听到世自在如来说法 心里非常的欢喜 法喜充满 就发了无上菩提心了 弃国出家 他就不做国王了 要去对话众生 要利益众生 所以他出家 叫做什么呢 法藏比丘 这就是阿弥陀佛的 这个前身 高采永哲 事无能比 他的智慧 是超越无能 无能比的 法藏比丘 至世自在王如来所 常跪合掌 以诵赞佛 先赞叹佛 然后呢 自己发愿 这个愿呢 在《无量寿经》里边 有那个四句的记子的 他有个赞佛记 愿自成光明普照之佛身 第一无双之净土 以救度十方众生 往生其国 他这个赞佛记啊 他本身的内容 是很完全的 就和他后来发的愿 是吻合的 这里讲了三句 所以光明普照之佛身 就是设法深愿 第一无双之净土 就说明他要成就怎样的净土 那么成就这样的佛身 成就这样的净土 目的是什么呢 是要救度十方众生 往生其国 这三句呢 是总结性 那么其中在经文是这样说的 他说 譬如横沙诸佛世界 光明昔照 便此诸国 那这句就说明 他愿意他成佛 成为这样的佛 这就成为无量光明的佛 那么底下说呢 令我作佛 国土第一 起重奇妙 道场超觉 国如泥环 而无等双 这就说成为第一 无双的净土 我要成佛了 国土是第一的 那么国土上的慎重 也是第一的 其重奇妙 国如泥环 而无等双 所以泥环就是涅槃 涅槃界 涅槃的境界 没有其他的净土 能够跟他平等的 可以说有一有二 并双的 没有 所以道场超觉 道场就是成佛 成佛之道 这个呢 是超越一般的诸佛净土 这是他说的道场 然后说的目的什么呢 我当明哀 度唾一切 释放来生 心悦清净 以至我国 快乐安稳 这是在 《赞佛记》 《无量寿经》里面有的 那我成就这样的净土 是要哀鸣 救度一切释放众生 他们到我的净土来 都很快乐 这就是跟四十八岩的精神 是一致的 那么赞完阿弥陀佛之后呢 他就恭请 世自在王如来 为他广说诸佛净土之行 说我当修行 世家这个佛 你告诉我 那么佛就说 你这样智慧应该知道 那我还浅 请佛来加持 所以这时候呢 他说我要 如说修行 尘满所愿 世自在王如来 知法当比丘 至愿深广 他的志向 愿力 愿心 非常地深切广大 就为他广说 二百一十亿诸佛岔土 善恶 粗妙之相 先是说口中 口中先说 二百一十亿诸佛国土 这要说到哪一辈子 一个个的说名字 也说很长时间 对不对 那么法藏比丘 他的当时的寿命 是很长的 他光是发愿 就五节思维 那么这个 世自在王如来 来宣说这些 不过呢 以佛菩萨的境界 倒不是难事 这所有的境界 从法藏比丘的听门 和世自在王如来的宣说 未必像我们凡复一样 像我说上一个字 下句没出来 那你就不知道 而且我说上一句 也需要时间 再说下一句 佛菩萨不要这样 一刹那之间 通通说完了 短可以做长 长可以做短 讲法华经六十小节 那么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 多长时间坐那里 说六十小节 六十节的时间 所有大众 就如同感到像吃顿饭一样 大家都身心都不疲劳 都不疲 这是不可思议境界 而舍出恶 比较起来 有的更亲近 善的 妙的 就选取它的优点 就是说 所有二百一十亿诸佛国土的精华 最优胜的地方 都把它综合 集中在一起 经过五节时间的长时思维 而构成四十八大院 这就是四十八大院的来历 好 我们这节课到这里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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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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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